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黄耀义 已经加入世贸组织15年的中国 由于依旧不被各国承认为市场经济 而在世贸组织当中启动了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为什么15年过去了 中国人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呢 而不被承认对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到华盛顿演播室 一位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学家 张曼丽博士 张博士您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夏洋博士 夏博士您好 各位好 此外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 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及看法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此外呢你也可以透过我们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VOA China 那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张曼丽博士 为什么这一次这个15年过去 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还是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那原因有哪几个 原因好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说当时谈的那个时候就是 定的那个协定书就是有一个15条款 那个好像不是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说15年以后 那么是不是他说有一个条款会自行取消 那么是不是就是取消以后 那么就是中国就不是按非市场经济来对待 那么在整个反倾销的过程中 是不是启用别的机制 好像这个第一个这个条款不是很清楚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有自身的政治经济的考虑 那么如果继续按中国是非市场经济 那么在出现取消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就是反取消的措施可能更容易一些 而且这个征收的这个惩罚性的关税也可以幅度更大一些 因为它是通过这种第三国或者替代国的这种标准来制定 是不是确定是不是取消 那么如果是取消那么有反取消的这种惩罚的这种做法 是那现在我想请教就是说 第一个是您对这个原因有没有补充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中国现在的这个他们的争论点是说 他认为说这15年过后应该自动的就被承认了 事实是否如此 首先我要补充一下背景 就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前花了13年左右的时间争取 而且在这之前出版的书籍 就有关WTO的书籍13000多种 那么加入WTO之后 中国做出了很多的这个承诺 这个到15年过后并没有兑现 比如说这项汽车进口关税原来是300% 250% 然后下降到50% 这个承诺没有兑现 还有普通这个商品的关税 一般都下降到一个平均水准就是15% 这也没有达到 所以这两个方面最重要的承诺没有达到 另外呢 在加入WTO之后 官方出版了三种有关WTO正式文件 官方文件的这个翻译本 但是据这个参加WTO谈判的一些高级官员说 这些都没有符合他们的要求都不准确 那其中包括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一共三本呢官方都不承认它的准确性 后来又没见到新的更加权威的版本出现 所以说呢 我在过去国内演讲的时候经常提到 我说在中国你要找100位 非常清楚WTO条款的中国的学者 你都找不到 你在中国要找10位了解这个条款的人 官员你也是找不到 所以我在我希望有人能够反驳 我希望用证据来说明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 也就是说大家是一本糊涂账 究竟WTO条款规定了什么 对政府提出哪些要求和约束 对这个商家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这些都没有搞得很清楚 所以现在呢 就是说政府他就像加入了一个WTO以后 就感觉到万事大吉了 他就觉得好像是成功了 加入的本身就是成功了 其实加入才是刚刚开始 对吧 所以呢这么多年过去了 在这个方面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好像你只要一加入一个组织 就算大功告成 那么现在TPP就更加高的门槛 更多的约束条件 比如TPP对这个劳工的保护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 再不要说过去美国欧盟 对人权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 那么当然在这个有些贸易提款中 它没有直接的体现出来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一方面都是内在的约束 是 那张宾宁博士 我想接请教您就是说 刚才您提出这两个原因 那不过15年前跟15年后 中国的经济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 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 人民币的贬值等等的 所以这一次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 对于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呢 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影响 那么这个市场经济那么承认不承认 一个是当然有政治上的这种成功也好 或者是名望这方面的考虑 那么这是一个国家的声望问题 另外一个这个市场经济主要在WTO这个框架上 主要是针对这个请销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就举一个例子来说 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出口的影响 2001年大概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大概有1.5%的这个出口产品 是受到了这种反倾销的这种 惩罚性的这种条款的关税的这个对待 那么2015年是7% 那么就可以说就是说 有7%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 是受到了这个反倾销这方面的限制的 那么如果从这个比例来说 应该是没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 对中国的这个国民经济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负面影响 是 现在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大 为什么它现在要极力争取 这个我觉得过去这么多年 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约束和影响 那现在呢 只是强调这个经济市场低位的问题 说明中国还有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 就是到以前的承诺 到现在没有兑现是什么原因 中国政府应该在这个方面反思 和重新调整一下政策 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如果新的一轮的多边协定 就是特别是TPP这样的圈子比较小的 这样一个俱乐部 中国不能加入 那中国也想了很多办法来替代 开发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 还有这个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的这个建设等等 就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 虽说要打破这种包围 但并没有下功夫去解决原有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方面呢 其实就是也就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 中国现在越来越这个自信 四个自信呢 而且提出了很多东西说 要为世界经济引领方向 在G20会议上 中国的大标题都是这样来表明 就表明中国过去是学生 现在呢要当老师了 而且要跟美国一样来制定世界的 这个经济贸易规则 所以这个方面呢 你可以看出这个不光是美国了 那日本欧盟 这几个最主要的贸易这个经济体 都已经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是不满意的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并不是说你就能把中国怎么样 但是呢 它是一种态度 这是一种 如果中国想跟国际接轨 想跟这个 想遵守这个世界现行的 这个贸易规则的话 那就应该重新审视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不过下一条条 我想接请教您 就是您刚刚提到说 所谓TPP的这个东西 不过现在好像TPP的前景 也是比较暗淡一点 所以是否真的有可能 让中国在中国 尤其是在亚太地区 能够施展它自己的经济实力呢 首先川普已经表明 他要退出这个TPP 但是是不是能够实现 这个还有带来观察 包括美国国会里边的一些议员 都还不太同意 川普的一些提法 尤其川普在这个竞选的时候 曾经说过 要对中国刻意45%的高关税 那如果这个实施的话 不光是对中国经济上 是有一定的影响 大家知道中国很多的商品 是消亡美国的 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说 也是等于是剥夺了 一大块消费者剩余 对于美国中低阶层来讲的话 这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特别是在经济成长缓慢 这个美国中低阶层的收入 没有明显的增加的情况下 这个等于是 这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最后呢 肯定会大打折扣 即使能够通过的话 也是大打折扣 那么现在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 不依赖于美国 不依赖于这个欧盟或者日本 同样能够让自己的经济 发展得很好的地步呢 可能还不是 因为中国现在这个 贸易的益存度还是相当高的 所以说不能不重视 这样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一个国家 是不是市场经济 那么其实这个国家的老百姓 心里最清楚 官员也很清楚 那比如说一个人 一个美女 她已经是很美了 她用不着到处追着别人 要别人承认她是美女 如果你是市场经济地位的话 那也用不着去追着人别承认 我们记得在七八年前 中国领导人访问的时候 经常让外国领导人 承诺一件事情 就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如果承认的话 就会给他们有很多 在经济贸易合作方面的好处 这个我们在中国自己的 新闻联播上 都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消息 这就说明了一个 自己并不自信 还没有底气 如果你要觉得 你自己已经是市场经济地位了 何必还要每次在出访的时候 来强调这一点 那张范林博士 我现在请教一下 刚才夏艺朗博士 用这个很有趣的比方 就是说追着人家 说你是美女 这样的说法 现在中国就追着 叫大家承认她 她在WTO当中 启动了所谓的解决争端机制 她这样的做法是否适合呢 那是否真的能够 让中国达到这个被承认的目的 她启动这个机制 确实是12月12号 启动这个机制 那么其中这个机制 那我们都知道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WTO判说 那中国是市场经济 那么目前过去15年采取的 这种反倾销的这种做法 这种机制 采用替代国的这种机制 那要自动这个消失 那么这个还是 对中国从经济上 还是有利益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还是举美国为例 那么现在目前为止 通常是市场经济的国家 那么它怎么算这个取消呢 就是按所在国的出口成本 和所在国的出口的 一些其他因素 还有国内的价格这些因素 那么非市场经济国家 那么在中国情况下 那么它不用中国的这些成本也好 国内价格也好 它采取一个第三国替代国 可以选比如说印度 越南还有其他国家 那么它算出的价格 这个幅度就会更大一点 就是说你低于国内成本 和低于国内价格 这个幅度就很大 那么从过去15年的这个 情况来看也是如此 那么就美国来说 按平均数来说 这种反倾销税的这个比率 中国是80%多 那么这是平均数 那么其他市场经济国家 它是54% 那么中间幅度 有大概有27%的 那么为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 希望这些WTO的一些国家 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 那么在反倾销的这个情况下 会采用不同的这种机制 来算这个是否倾销 而且如果是倾销 征收这种反倾销税的这个幅度 那现在教授我想请教您 我们知道说这个川普 这个当选总统也说过了 要对中国的一些反倾销的措施 进行这个制裁的措施 例如说钢铁材料等等的 那如果说今天一旦 中国被承认了市场经济体之后 是否以后要做这些措施 会比较困难呢 对因为已经加入了 你再约束它就很困难 本身就很困难 再加上呢 就是说你承认它的市场经济地位之后 它可能显得更加强势 所以很多东西呢就是说 以前没有很好的约束 或者是它所做出的承诺 并没有真正的去兑现 所以现在是很难办的一件事 WTO呢没有那么强的约束力 它只能是从道义上 从一些规则上强调这些东西 你做不做 还是你有这个国家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判断 还有呢就是说 从倾销这个角度来讲呢 中国商品 说实话在美国市场也好 欧盟市场也好 是非常的这个经济实惠的 那么在另一方面来讲 中国的这个出口产品 这么多年来 更新换代 提升的速度并不算快 所以呢很多都是 低附加值的产品 而高附加值的产品呢 还是缺乏竞争力 虽然中国吉利也想 这个改变这样一个状态 包括通过收购美国的企业 兼并一些企业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呢现在美国在有些方面 已经做出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 所以呢比如说高科技啊 或者涉及到国家安全一类的产品 那中国也如果想这样做的话 包括中国想在意识形态方面 施加影响 收购好莱坞的一些产业 或者公司 在这方面呢 其实美国现在都已经 陆续出台一些新的对策 所以我想当川普上台之后呢 这方面的这个态势 会更加明显 更加这个强硬的态度 因为川普表示呢 就是说他不像前面 民主党的领袖那样 会对中国在人权方面 或者在政治上提出很多的这种压力 或者要求 但是会在经济方面 对中国提出一些实施的 实际性的这种要求 甚至他可能会不做声张的 就把某个事情做了 所以这点呢 我想对中国产生的压力会更大 谢谢夏教授分析 我们线上呢 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 听听河北王先生的看法 何必王先生 您好 我想说的是 就是关于中国的产品 目前价格便宜的这个事情 中国产品之所以价格便宜 它是建立在巨大的这种 耗费后代资源的这种基础上 而建立起来的一种 比较廉价的一种机制 所以这种机制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 这个饮鸩止渴的一种方法 所以中国30年的这种经济高速发展 它没 它按一定程度上 它压缩了所谓的客观的 这种经济发展规律 它必然有巨大的代价 在后面的去承担 而目前国人和国家 它恰恰忽视了这个 后代的这些利益 所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再一个这些人把钱赚了 产业没有得到升级 所以说再过30年50年 我不觉得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好转 谢谢 是 那这个问题我想请夏教来回应一下 就是是否您也看到 这个问题 比中国未来的经济并不会有好转 他提到的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说 中国为什么在竞争上是有优势的 就是两低 一个是低人权 一个是低福利 另外呢 就是说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 在劳工保护方面 中国呢都忽略了 或者说根本就不去理会 这些国际通用规则 这样的话呢 它的成本当然相对要低得多 另外它对这些发达国家实施请销 那么这些做法呢 是难以长久为继的 尤其是 它一个是损害劳工的利益 它这个破坏这个知识产权的 这样的一些法则等等 所以这一方面呢 我们讲中国的经济 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经济 美国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德祖 克鲁格曼很早就给出了断言 他认为这样的是 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增长 张曼利博士 我想请教您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 中国的经济外的增长 可能有一些忧虑 那如果说这次WTA的判决下来是说 中国并不承认是一个市场经济体 那未来中国是否会持续的 在这些方面再继续的施压呢 那么在它的经济 没有一个起色的情况之下 施压会有效果吗 还是就是说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施压 它启动这个机制 第一个是协商 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说 通过跟美国和欧盟日本协商 能够拿出 就是双方能够拿出一系列的 比如说像标准式的这种东西出来说 那中国需要做到什么程度 那么才能够就是提升到市场经济 那么这个是2001年当时谈判的时候 缺乏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条文规定 所以这个希望是在协商过程当中呢 能够比较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标准 说是中国应该怎么做 我想就是就刚才那个王先生的那个说法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 我实际上非常喜欢他用的这个词 就是说中国这个发展是用后代的资源 用牺牲了一些后代的利益 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非常在理 就是中国的这个巨大的发展 或者比较高速的发展 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其中有一个是成本的代价 其中是一个资源的代价 那么这几天北京 就是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新闻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种 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吧 因为在很多的考量情况下 没有做到相互的保护措施 所以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非常沉重代价 我非常喜欢他的这种 他的这种说法 而且现在这个雾霾的发展程度 真的是令人堪忧 不仅是北京了 现在连陕西啊 那个湖南啊 很多的地方 人们出门就感觉到 非常强烈的刺激的气味 而且有医生这个测度了 他们这个雾霾所构成的元素 里面有真的是致命的这样的一些因素 很多人对比了 专家对比了一些资料 跟当年50年代的时候 伦敦的这个雾霾相比较 伦敦的雾霾当时的标准 好像是这个1600多的时候 就已经死了好几千人 那中国现在已经是两倍三倍于 它那个时候的标准 所以这样的话呢 很多中国人的健康是受到直接的威胁 所以这个以命换钱 以这个后代的幸福来换人民币 这样的做法可能没办法持续 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网友 发问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首先第一位呢 是叫做自由报名这位先生 他说呢 大陆的经济本身就是以国营资本 不是市场经济 而且加入WTO 一个协议都不遵守 他说接收大陆进入 也是为了要让大陆进入稳定走低 不至于过于拖累世界的经济 请问嘉宾 欧美日是否会因为不让大陆拖累自己 硬着脖子而咽下这口气 另外一位叫做Elec Liu 他说呢 问一下美日欧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 现在中国也还是WTO的成员 那是否要把它提出去 张博士你怎么看这个话题 后面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 会不会提出去 应该是不会提出去 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条款说 你不是市场经济我就没有 那么这么一百多个成员 你们也有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这位先生的这个顾虑应该可以打消 那么前面他说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网友说的这个 只有报名他提到的这个 是不是大家会这个 咽一下这口气 目前为止 好像就是各个方面都有各个方面的考量 那么美国有美国自己的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 那么目前所看到的这个消息来说 美国的政府官员包括商务部 包括那个贸易代表 好像目前的姿态都是说 要捍卫他们的这个立场 就是说不要承认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地位 目前为止是这样 那么日本有日本的考量 我们好像以前也说过 日本非常害怕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 对日本市场所带来的一些冲击 这是我的这个感觉是这样的 那下一位我想请教你 因为刚才这个自由报名先他提到说 中国的经济是以国营的资本 而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来进行的 那么我就想要请教说 其实即使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 所谓支持中国模式的这样的人认为说 你看看中国的经济起飞得很快 这表示这个计划经济是优于 所谓的这个市场经济的 那如果真的是 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中国干嘛还要在乎是不是市场经济呢 对 首先呢我们讲过去 这个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 你看出这个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民营企业占据75%以上 而国有企业不到25% 而且这个是在国有企业 垄断了大量优质资源的情况下 在国家的政策 首先向国企倾斜的情况下 尤其银行贷款 是保证了国企是没有资金之忧 而民营企业的发展 受到了资金瓶颈的约束 这在一个不平等的国民待遇下 对国民适应经济呢 造成了打压 那么在2004年之后 也就是这个国进民退的浪潮 大幅度向前推进之后 那中国实质上已经是进行了 大规模的这种计划回归 这个计划回归思维呢 造成了它的一种逆市场化的 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说呢 我讲中国经济从2004年到 这个2014年这十年里边 可以说是倒退的非常厉害的 那么它本身的经济地位 就已经是大大的削弱了 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 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 都明显的能够看出 中国市场经济 不是在向前推进 而向后倒退 所以呢 这一点呢 再让外国去承认 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 是很可笑的件事情 再加上刚才讲的这个美日欧 假如说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 来对待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作为的话 我相信 或者是现期中国在一定时期里边 在哪些基本条件上要有所改善 或者呢 采取一些共同的惩罚性的措施 它一定能够产生这个一定的负面影响 让中国政府意识到 不承诺 不对线这些承诺 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川普这个当局呢 会在很多方面更加强硬 甚至有的时候 可以他先做 不打招呼 那么这样的话 我想中国会领教到这个 过去说话不算话的 这样的一个害处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看到后续的结果 现在我想紧张 您刚刚提到说 川普政府未来 可能可以采取一个先做 先不打招呼的方式 但是基本上 美国还是会遵循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规定吧 对 这一点我还想提到 就是说 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 这个作用和功能 已经大大的弱化 那么现在用TPP 或者其他的 多边贸易协定来替代 包括川普说 他即使要退出这个TPP的话 他也会倡导 成立一个新的 这个贸易框架 来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 WTO的这种 普世的这种功能 现在在目前的情况下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就是说 有的人说 你当然中国 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边 甚至有的那些国家 就是说 这个世界经济 到底是由谁来决定的 是富人俱乐部决定的 还是说 一个大家 谁都能参加的 这样一个组织 能来决定 所以我想 这还是有差异的 谢谢您 我们线上 现在还有一位观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 我们请的是 广西的九剑先生 您好 广西的九剑先生 可能他的线路已经断了 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张曼黎博士 我们看到中国进入这个WTO15年了 不过同一年一起进入的是 还有台湾也进入了WTO在同一个时间 那么我们看到根据传统基金会的分析 台湾的经济自由度在亚洲排行是第五 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排行是第31 那为什么同一时间进入了这个WTO15年之后 却有这么大的差别 就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那个起点不一样 那么起点不一样 台湾的这个经济应该市场 经济的成分 从最开始2001年就多一些 那么中国现在还是自己的提法 它也是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 那什么叫社会主义特色 那就是计划经济的这个成分很多 所以这个15年来看 那么中间有这么的差距 应该也是你可以理解的 那么现在就是包括美国和欧盟 包括日本 就是反对给予中国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地位 实际上也是跟这个中国政府 目前在这个经济各个行业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控制程度还是比较大 这个也有关系 那么国营企业 比如说银行业 比如说这个石油化工行业 那么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干预还是比较多 我觉得中国跟台湾这个比法 就是我觉得最开始就是不太一样的 起点就是不同的 对 起点是不同的 现在我们有一个网友在我们的YouTube上来 请教夏业良教授一个问题 他叫做王坤伦 他说请教夏教授 假使17年18年人民币加快贬值 或者是到川普上台之后实施加收关税 那么中国经济下滑 这样会不会加快中共倒台的步伐 有很多人提这样的问题 但事实上不会 因为你像朝鲜 这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 像古巴 像中国过去在大鸡井 还有文化大革命 经济那么糟糕的情况下 他都能够维持这样一个统治 当然现在情况稍微有些不同 现在有互联网 有更加的开放的这个一些外部的因素 所以呢我想会加速 如果他不私进取的话 会加速这个政权的这个崩溃 但是不会立即因为经济因素而造成 另外刚才补充一下 就是跟台湾的起点的问题 就是台湾呢 它是一个很早就已经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 或者讲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 自由度是相当高的一个国家 那而中国呢 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很多程度上 它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我把它称为准市场经济 只是通过十几年的 从93年启动的这个所谓市场经济阶段 十年黄金时期到2003年结束 那么这十年里边呢 的确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仍然是一个准市场经济 另外它在法治方面 在经济自由度方面是程度非常低的 哪怕就是讲我们讲市场化程度来测度的话 国内有些学者我的朋友 专门做过长达十年时间的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报告 有一些编织了一些指数 我们自己也曾经做过一个叫 中国企业资本自由度指数报告 每年出一本从2006年开始 后来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发现 这个越来越难以测度了 官方甚至都不愿意配合给予一些数字 当然我们呢 也是从其他渠道来获得一些数字 但是从这些年的情况来看 这个没有大的进步 反而有很大的退步 所以说这个我们看世界上 也有一个经济自由指数的报告 像加拿大弗里泽和我们这个Keto 我们共同编制的这样一个报告 每年一份的 经济自由度呢 中国大陆现在又往后拍了 130几位 然后香港呢 还是保持高位 但是很多人也质疑 说香港现在 其实受到了很多大陆的 这个控制和影响 难道它的自由度 还能够保持在前列吗 当然他们这个 这些学者专家的这个指数呢 它是有很多的因素考量的 所以不仅仅是 我们大家能感知的 这样的一些因素 当然即便是这样的话 仍然就可以看出 香港的自由度是受到威胁的 好的 谢谢夏教授 最后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呢 我们再请刚才的广西 九剑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时间有限 请您一分钟发言 九剑先生您好 你好 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一个 叫做WTO的这个问题吧 那么这一个首先 是一些西方的那些什么呢 那些利欲欣欣欣的 那些政客 他们卑鄙无耻 让这一个邪教政党流氓政权 来加入了这个WTO 这个是非常可悲的 现在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 跟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邪教政党流氓政权 那是完全无视所有的国际规则 那么这个无视所有的国际规则 那么造成的这么一种 热烈的影响的话呢 他们自己心中有数 对不对 是 好的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好的 谢谢广西的九剑先生 那么最后剩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请张梅林博士您总结一下 就是现在中国心里这个诉讼 但是你有看到他内部 自己在修改一些规章 或是法律的办法 让他变得更像市场经济 希望能够借此受到外国承认吗 应该是有这个可能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什么时候 主要是现在是中国的市场经济里面 政府的干预程度还是比较大 那夏娇你觉得中共会收手吗 那不会 他现在更加自信 他就是很多东西 他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刚才这个广西先生呢 那个问题我想回应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 说为什么西方会容忍中国 那在15年前呢 当时大家一个期待是 通过更加的市场化 通过更多的经济开放 和自由度的提升 希望中国的逐步会走向法治和民主 但是事实的结果是相反 不好 好的 谢谢夏教授分析 今天时事大谈讨论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张曼丽博士 以及夏依良博士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 时事大谈是个自由论坛 我们的嘉宾 还有观众听众发表 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